终于又下雨了 好久没下雨 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下雨 所以还挺开心的 窗户上的雨滴 哇今天外面下了好大的雨啊 还好今天不用出门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下雨了 喜欢下着很大雨 等会想悄悄开窗看一眼 哇雨真的非常大 但我真的很喜欢下雨 是快乐的一天 最近天气都不太好 今天又是乌云压城的一天 然后风也有点大 树叶树都在颤抖 不过其实我是挺喜欢这种天气的 就阴阴的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晒太阳 算了反正也出不去 我拍了这盒鸡蛋身 我一打开这盒鸡蛋就看到 上面有一根毛 这个happy egg是不是太happy的一点 英国的荔枝真的太小了 我甚至没有想去尝试它的遗忘 这是我那天在超市看到一个人的购物车 我不知道那个人去哪儿 但是他购物车就放在哪儿 然后购物车里有三大桶 这么大的牛奶 我的天哪 他我就当时在想 这个牛奶它保质期欲不长 所以他家里是有多少人 是有十几口人 要靠这三大盒牛奶来养活吗 今天我去超市 买了一整个西瓜回来 因为超市里没有半个半个买 就是你只能买一整个或者四分之一个西瓜 然后四分之一个小真的太小了 结果我一切就没切均匀 这一半切太小了 然后还有一半我放在冰箱了 那一半就特别大 我想着那块大的就留着明天晚饭吃了 这个小的就今天吃吧 毕竟今天我还买了别的吃的东西 终于 在英国第一次用勺子挖西瓜吃 非常的兴奋 我真的太喜欢夏天太喜欢西瓜了 又是早起去超市了一点 今天外面下了一点 希望我早点回来吧 早上先来一杯冰美食续命 我觉得我有必要声明一下 这是我跟我朋友两个人买的量 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买的话 这么多我是肯定扛不回去的 一出门那天就在下大雨 所以我们只能打着伞顶着雨回去 就爱 今天真的雨非常的大 我刚刚还出去 去到超市 然后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更多素材了 而是因为如果我像以前那么剪个十分钟的视频的话 我下一个视频就要两个星期以后才能发 实在是因为呆在宿舍没有地方去 就没有东西好拍 真的很难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结束了 下周继续更新我在英国外出的一天的日常吧